好好读历史 学册总复习讲义 第五单元 人口的移动与交流 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134页的史料好好读 那这段史料好好读呢 主要有两段资料 那资料一主要是 奉天讨呼吸部思方语 那资料二是曾国藩所写的 讨岳斐熙 那面对这样的一种史料题呢 我们该如何呢 去做题目呢 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先做阅读 那在阅读当中呢 去找出资段资料当中 所透露出来的主死马迹 那我们看一下资料一 资料一的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奉天讨呼吸部思方语 而在没有阅读之前 其实我们可以先了解 这是在1851年的时候 太平天国呢 在津田村启示 启示之后啊 他们就在广西突围 然后进入了湖南之后 那东王杨秀卿跟西王 萧朝贵啊 联合发布了 这些习文 主要是呢 希望可以呢 联合大家来反抗 这个清朝的统治 号召世人的能够响应 太平均的起义 那我们如果你并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不可以从这段文字的叙述当中 去了解到 找到 这些蛛丝马鸡呢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哦 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读 在资料一的这一段当中呢 一开始他说 盖自满洲四读 混乱中国 而中国以六合之大 九州之众 一任其弧行 而恬不为怪 中国尚德为有人呼 所以他在描述说 感慨从明朝末年啊 满洲人的肆虐 所以这个满洲两个字 基本上就可以让我们判断 这应该是在清朝时期的一场乱世 而这个 他们是属于反抗清朝的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 可以得到第一个资讯 那他说呢 中国混乱了 这满洲呢 控制了中国的领土 那中国有这么多 九州之多的人民 居然听任他们胡作非为 而无动于衷 这中国还能称得上是有人才吗 所以他这段讲的非常的激动 那希望可以激起人们的一种 就是认同 妖狐虐艳 波苍穹 哇他们非常的 这些胡人呢 非常的暴虐 那做了很多的坏事啊 然后这个屠杀 鲜血染尽四海 战争燃烧了苍穹 所以呢 这个妖气比五胡所造成的情况 还要惨烈啊 那中国人呢 反而低声下气 甘心做他们的奴仆 哎 这堂堂正式的中国人 都到哪去了呢 所以呢 哇 圣已哉 哇 讲的实在是 很这个很精彩 很激烈啊 那接下来呢 他要继续开始描述了 那他的描述内容 开始去谈到 天父皇上帝 真神也 哎 他把这样的一个宗教 他这个反抗的一个势力 是有宗教思想 而他们的宗教思想 特别的是拜上帝 哦 上帝圈起来 所以同学 我们可能这里判断出来 这应该是太平天国了 对不对 因为太平天国时期呢 这个鸿兽权啊 创立了拜上帝会 然后以此为基础 那开始起来这个进行 反抗清朝的统治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判断 所以他说 天地山海是其造成 哇 上帝呢 这个创世纪啊 所以呢 天地山海都是创世纪里面 有所描述的 所以他说 因此啊 从前以神州来命名中国 这是神所创造的地方 叫神州 结果现在这些葫芦呢 都去拜谁呢 不拜我们这个天父皇上帝 他跑去拜了谁啊 蛇魔 炎罗 妖 这一些邪恶的魔王 所以这些拜邪恶魔王的人 我们就说 他们都是一群妖人 然后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称他为妖人 就是他们去拜那些 这个邪恶的魔王 那谁想到呢 他这些胡人啊 这些妖人啊 窃聚了神州 想要把我们全中国的人啊 全部都变成了妖魔 这个罪状啊 庆竹难输 实在是 什么样也没有办法弥补 这个洗刷 洗尽他们 米天的这个罪恶 那 因此呢 皇天很震怒 那于是呢 命我天王 所以天王又可以圈起来 所以天王呢 这个洪秀全呢 就带领重将 那发动正义之失 然后呢 这个扫除 这些忽辱 妖孽 阔清华夏 然后这个功行天法 也就是这个顺应天命的人呢 就可以获得丰厚的赏赐 那违逆天命的人呢 就会被这个名正典型 所以他以这样的一个布告 想要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呢 从资料一的描述呢 就可以回答下面的第一题 根据资料一的内容 发表习文者为清末的哪一股 反对势力 太平天国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可以作答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资料二 资料二的部分呢 是曾国藩的讨阅匪系 曾国藩基本上是清朝湖南人 他是道光年间的近世 可是呢 在咸丰统治年间 当时的中国内有太平天国是乱 外有英法联军之祸 所以呢 这个情况非常的不好 那在咸丰二年的时候 太平天国实在是 这个势力很壮大 所以清朝没有办法 这个彻底的正规军 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剿灭太平军 所以因此呢 要求曾国藩呢 以这个当时因为母上丁优在家 所以呢 请他都办湖南团练 所以集合了一些人 创立了这个湘军 那创立湘军之后呢 后来这个肃清湖南 把太平军赶出湖南 跟太平军呢 在这个长江流域 进行这个对峙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是晚清的一名政治家 也是一名军事家 文学家 后来也平定了这个太平天国之乱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想法 他的讨岳匪西 这个岳匪 岳匪指的是什么 在清代时期呢 两广地区统称为岳 所以因此呢 他讨的这个岳匪指的 当然就是针对太平天国这一群人啊 他们在广西的金田村启示 所以他提出他要这个对抗太平天国 那么他要以什么样的主张跟思想来表达他的理念呢 然后争取更多的人来加入他的乡军 然后所以这也就是他这一篇这个讨岳匪戏 所以要表达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现在就来阅读一下这一段的文字 那根据这一段的描述呢 他开始就讲说 岳匪啊 所以他讲说 这一些岳匪啊 自己的生活在这个安平富足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我们这些两湖三江被挟破的人呢 是被看得连这个猪狗牛马都不如啊 那所以呢 面对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提出的第一个概念跟想法 那第二个概念呢 他要去怎么样来表达他的一个理念啊 那他就说呢 自唐瑜这个三代以来 那历代的圣人呢 扶持名教 所以呢 他就开始从这个过去最早的历史开始来讲起了 从以前这个尧顺的时代呢 历代的这个圣人啊 都一直在讲到这个名教 名教当然就是中国的这个儒家思想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中国讲这个儒家思想啊 讲伦理道德 讲君臣父子 上下尊卑 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这个秩序呢 这个应该像帽子跟鞋子一样 是不能颠倒穿戴的啊 可是呢 他就开始批评这些太平军他们的一个想法 太平军呢 却剽窃了外国人的思想 开始去拜西洋人宗教了 拜天主教了 所以呢 自其这个 这个上 从上到这个伪军伪相 因为他并不承认他们这个政权是正统的 所以他就说他是假的伪军伪相 那下盗这些军士仆役都以兄弟相称 说什么只有天可以称为父 其他所有人民的父亲啊 都只是兄弟 所有人民的母亲都是姐妹 然后呢 这个农民啊 不能自己耕种自己的田地来搅拾 说什么所有田地都是天王的田 然后呢 商人也不能从事买卖来赚取盈余 说什么所有的财货都是天王的财产 哇 所以呢 这个士啊 士大夫啊 读书人不能读孔孟之书 那有只能读那些什么 这个耶稣的教义以及新约全书等等 那他就把中国数千年所流传下来的 这些礼仪伦跟诗经啊 书经啊 这些的点子啊 全部都扫除干净了 所以天啊 这这这这起都大清之变啊 这这这哪只是我这个清朝的变化呢 对不对 根本就是几千年下来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时代是太大了 所以这个是开篇地地以来的变化 所以这个孔子啊 孟子啊 如果呢 能够这个在九泉之下知道 也会感到很痛心的 那传统文化还有丢哪些 丢了这个伦理道德的思想 丢了孔孟思想 所以呢 他把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 他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为号召 来争取更多知识分子的认同 那甚至呢 他也提出了包含像这个这个天朝田木制度 这些这个圣库制度 这些具有社会主义含义的一个概念 然后以资本主义的角度来攻击对方 那所以呢 这也是他提出来的几个号召跟思想 所以呢 以这样的资料能够阅读完毕 你应该就可以整理出来写回答资料 第二题了 那第三题呢 他告诉你说 那清政府在平定动乱之后呢 为了重建灾区 而设立了招肯局 招募这个移民啊 来恢复当地的民生经济 那请问这些移民的流动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 这个题目呢 考的应该是我们课本上的一个内容啊 那我们可以在那个单元五的地方呢 的主题三啊 近代华人的移动当中啊 课本上呢 曾经有提到太平天国 那太平天国呢 对于人口的人群的移动呢 主要就是太平均启示之后 他们就往北进入两湖嘛 所以吸引了好几万人加入这个战区 那这个战区随着往江南推进 所以呢 这个江苏浙江的难民就涌入了上海的租界 可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呢 江南地区的人民也大量的死亡 所以战后 这个清朝呢 就把河南江北两湖 这些没有土地的这个人民啊 清洗到江南人口大减的一个区域 那它会造成什么影响 当然就是造成促成了各地方的一个什么 技术啊 物产啊 还有文化可以互相的交流融合 好 那单元舞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下次再见咯 拜拜